大家好 我是王健谷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刚才也听到了吧 我们这个组合可厉害了 上一场演得歇碎 直接就被淘汰了 我们是被复活回来的 本来我俩想的可好了 你说两个人写一份稿子 这总比一个人写省劲吧 结果演完我一看 我说什么都不爱两个人一起演 原来是因为不好笑啊 说来也巧 本组合虽然刚刚成立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却像结婚结了40年的老夫妻一样 摩擦不属任何的火花 可以可以可以 但即便如此的不好笑 我们还是被复活回来了 挺不要脸的 挺不要脸的 其实我们两个 不要脸的事没有少干 年轻的时候呢 他辞过职 我待过夜 我们两个都啃过老 所以今天这个不上班行不行 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话聊 对吧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人怎么能为了工作活下去呢 我应该为了梦想活下去 辞职之后没有收入 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 外卖越点越便宜 最开始还点点肉 后来只能点青菜 洗衣粉都不用买那种去油能力强的 因为家里根本没有油 没有收入 卡里那个钱 哎呀 卡里那个都不是余额 那是嫦娥 一个不六神刷就飞走了 消失的那叫一个快 嫦娥一边飞一边还跟我说呢 说你有梦想多点啥 梦想那玩哪儿没有 我在遥望 月亮纸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但凡有点钱 还能省着花 不至于走投无路 完全没钱花 能走什么路 没花路 什么玩意儿 而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父母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啃老更痛苦 我回家之后啊 都不敢随便让我爸妈倒垃圾 我怕他们倒着倒着突然发现 哎 原来废物是可以扔的 我倒垃圾的时候都特别的心虚 因为我觉得啊 我拎着的那包垃圾他在骂我 他说凭什么 咱俩都是垃圾 凭什么你扔我 我说你这有啥不服的 我有手啊 他说太对了 你不光有手 你还好闲呢 所以没在家里待多久 我就赶紧又去找了个班上 我也是没想到 一个人儿子当久了 竟然还会想跑回去当孙子 多难啊 当孙子都得跑着当 但凡你曾经挪点力 是不是就不用跑了 你就可以骑上 绿原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夜 冷电动车 其实我们在家当废物的时候啊 想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工作确实困难 但困难是人的刚需 没有困难 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你比如说奥运会 四成一百米接力赛 那个激烈 那个刺激 看的人热血沸腾 但如果 它是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还看吗 解说员都没法解说 咋解说 现在第一棒是第二棒 第三次 比赛 结束了 四成一米接力赛 那都不用腿快 手快就可以 连我都可以 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想夸选手两句 你都没法夸 你咋夸呀 大家看看这位运动员 他的手法 潇洒果断 他训练的方法是什么 哦 是帮助爸妈扔垃圾啊 而这就是我们 辞职在家的感受 每天打开朋友圈 看到别人在那 四成一百米 四成四百米 而我天天四成一米 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所以像我俩 这个德性的人 就是不上班 也得去干点啥 如果就是为了不上班 而不上班 那我们的态度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 那个经典的片段一样 干什么去啊 上班啊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行 现在就 这是什么呀 啊没了 这个节奏挺好的 果然是浮动 那没的办法 哇好精彩 没人拍 喂喂喂 哎你们二位听个弦吧 对 谢谢 我想看 不要怪 不要怪 投票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钟 喜欢王建国和张博洋表演的朋友们 不要因为你看 不知道自己刚刚看了什么 像我们这边的人一样 完全乱做一团 你们如果喜欢他们 还是可以投票的 三 二 一 请锁票 请您静姐解释一下 你的同情票是为什么 为什么 哎呀 建国好奇怪哦 是吧 但是好奇怪哦 建国 你们这个写的可好了 可是 可是被你们给说 说完了 什么意思 就是看你们俩演出 觉得杨国演得太好了 对 那可能我们看了都觉得他演得太好 那是不是就是写的不好呢 今天我们一天看了这么多精彩的演出 只有你们两个让我们起立了 对吧 还是很了不起的 你是想都什么吗 这么多诡异的包袱 连大老师都皱眉头啊 梅花路是个什么破玩意儿啊 连我都说破 那简直连垃圾都不是 但是这种东西 你说过很多啊 你就是连大老师都不接受了 我不想索弃你了这样的家伙啊 哎呀 花姐 我为什么给啊 因为这一段我演过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跟曾丽说 走了 走了 这一段啊 没关系 周星驰也演过 对 都是 因为就是我们模仿过他们 你一说到这里 我就特别有共同感 所以我就拍了 哦 那真是一点都不值得包袱 我觉得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搭档呢 为什么要互相互相毁灭呢 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想的最多的 你们两个都那么优秀 为什么要两个人在一起讲 因为他们要创造一个1加1小于1的奇迹 我们俩上一场是大概1加1等于0.5 对 然后这一次好像还是0.5 不是不是 你其实你仔细品 其实是0.5到0.6之间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细节 对吧 就是你俩的那种感觉就是 一个要刚说完 这正好要进入状态的时候 他要固承那个 那个赶紧 你别说了 那个刚要说完 刚要进入状态的时候 等着啊 该你的了 就有一种感觉 其实您说的特别准 这个就是写的时候最难受的地方 就是气会壮 你说的特别准确 就是这个原因 对 也许我这个做搭档有20年的经验吧 真是两位 太懂了 你们这个组合成功的原因 就是干扰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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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啊 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是花 就是互相不能抢戏 有一个是绿叶 然后呢 花在讲的时候 绿叶他就不要支持 好难哦 就配合一下 没有 你俩主要是两个人都是 特别的优秀 我们俩人都是绿叶 我们组成了一个冲 我们最开始本来不是享受透口秀 对 我们最开始是另一个表演形式 就是有点像相声 但不是相声 其实就是想练闷才 但没有成功 对 对 对其实因为你们俩又像那个所谓的相声 可是又不太像 因为相声一个捧根 我们没有角色 我们是演艺演乐 对你们俩是差不多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 对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有一个高 有一个低 这样子可能就会好一些 简单的来说 是的 很难其实 我们以后还是好好自己讲吧 见过自己讲吧 你比你比他好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们两个写这个稿子时间 够我们两个人每人写一篇 自己单独的能写三篇吧 大概就是 真的挺好的 那个梅花路我还真听懂了 我还真听懂 哎呀 哎呀 姐那可好懂了 真的 不就是 就是没有花钱的路了吗 算了算了 姐别烦 这破包子就变烦了 别说那个 你还想想 去晚上就过去吧 我以为梅花路已经够来劲的了 没想到最后还有一段 莫莫其妙的口技 我在唱了个字 你仔细想 其实那个口技也是没想出 就是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就是我们上一次 你们这会儿还挺有默契的 突然动作也一致 对 毕竟也搭档了 对 三十多天了 对 但我们尽力了 我们尽力了 真的尽力了 行 好 恭喜杨沫恩 好 我们还是要恭喜两位获得了三个领校员的拍灯进入等待区休息 好 谢谢 好开心 谢谢 主要我们对他们有要求你知道吗 对 他们就是互相卸包伙 那个人本来说完挺逗的吧 另外一说就没那个上一个逗了 正好他们最后用了一段喜剧之王的桥段 就这么说吧 周星驰和周星驰在一起演戏 是不如周星驰和吴梦达在一起演戏的 让我们有请 他们刚刚也已经cue过了的 我也不是我了 我也不是听说 好像这个人是大大方方的说 放话要拿这一季大王的 掌声有请杨沫恩 大家好 我是沫恩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就是我在这个小组的位置 其实是很多职场人最危险的那种处境 就是新人来势汹汹 老人抱团滑水 然后还有一群事不关己的同事 坐在暗处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真的职场太危险了 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都是特别的浮华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hrist 他们那种名字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男女主角起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这个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就像是Stella 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呢 巴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呀小伙子 你怎么称呼呀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英文 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更是这样的 哎呦 这是我们的项目leader 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ondon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而且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巴 我当时一天我说 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爱巴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我觉得他应该能扬播吧 我们经常会吐槽自己一些没能力的老板 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 我说这不现实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 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你们知道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一起在开会 那种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你是超精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什么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马卡巴卡米卡巴卡 碰 而且越是这样的老板 越假装自己爱学习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我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我老板 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 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到他的鼻子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拓修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 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边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挣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脱口演员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脱口演员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就这样说 您听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对啊 我怎么 好好休息 好好什么 我说咋俩 好好休息 三 二 一 请口票 蒙恩刚刚吐槽的老板 是你什么时候的老板 其实什么时候的老板 都各不相通 但他们确实都爱去KTV 蒙恩大概最酷的那块 是那个赞美 什么那个 首饰 首饰舞 那是你自个儿新发明的是吗 那个是我结合各种 那个经验总结出来的 男团 那我们都可以 其实可以学一个这个 是不是 学习一下 因为马上 这一定可以上热搜 谢谢 我最有功名那段 就是包龙虾那个 我就是 我一定是这种人 老板说 我不会包 您猜 我也不会包 因为之前我们公司老板 就是那个 他开电梯进来 手里拿一堆东西 我问他您去几层 几层 他说去九层 我说那你赶紧摁啊 要不到时候过了 因为我有时候 我一个领导 我就不知道 怎么主动跟人说话 是对的 也慌 所以那一段 特别有 特别有这个同感啊 其实我是觉得 他很厉害的 到最后那一点 到底是稿子里有没有 不知道啊 但是他 宁把境界给Q的 让他拍了灯 我就觉得 这一看就是 非常有经验的 老懵了 没有 稿子里原话是有钱人 然后有钱的朋友 怎么怎么样 结果就是反应 就一下就把境界 余光扫了一下 现场就给他POA了 太厉害了 现场直接就让境界拍灯了 我就觉得 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 到时候怎么变通 很厉害 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料 希望你早日收购效果的话 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 你也自由了 我也自由了 共同期待那一天 蒙恩这回 觉得冠军 胜圈在握了吗 我这个 你可憋嘴 疯了吧你 每个都冠军 我都说得好 真好 恭喜蒙恩 得到了四个 给校园的拍照 谢谢 就彻底被淘汰了 淘汰了 也不一定 万一杨波票低呢 对吧 我们来看 最终的得票情况 他们三个是真的不好说 然后杨波就是 作为新人 他出乎意料的好 好到能跟他们 几个老家伙 对抗的那种好 建国和博洋老师的表演 整个结构的设计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也能看着他们 还真的在这上面下功夫了 我这篇稿子 已经是我所有 从练习到表演 是最好的状态了 我们恭喜杨波 183跳进入商业区 蒙恩进入商业区 进击成功 恭喜 好看好看 这黑马呀 给我 天花板 我就提头来见 哈哈哈 加油 天花板见 我有一种听脱口之后 站在摇滚区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我发现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种文学 什么废话文学 发疯文学 戈登文学 对吧 我最近又听说一个 叫揭画文学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揭龙讲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 这也太弱智了 挺好玩的 这样我们现场玩一下 我们讲一个归兔赛跑的故事 好吧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 比赛取消了 直接就结束了是吗 有推进有发展的 好吧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终点设在马大兔头旗舰店 这就是兔子人生的终点了吧 揭画文学 你好好揭 好吧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裁判哈道 各级各位 打中小兔子 就这只兔子他必须死是吗 带回家吧 你还在接 别画了 看见了是吗 没有 这种故事太简单了 我们今天讲哪个刺激的 比如说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 正好前两天听了一个 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被打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残忍的绑匪 把他绑在一个满是冰的浴缸里 他被绑架了 然后乌龟和兔子来营救他 没有乌龟和兔子了 就讲这个恐怖故事 接画文学 一人一句 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 我下班回家 走在一条阴暗的小路上 走着走着 安全的到家 又让你干结束了呀 剧情推进好吧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传来了危险的声音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倒车 倒个车而已 不是很危险好吗 这个声音 是我们平时听到 就会浑身难受的声音 回来加班 这也太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呀 你要的 这个声音 是钢管拖地的声音 拖着钢管的 是钢管吴老师 钢管吴老师太敬业了吧 下班拎管回家吗 自家办公了 好好讲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打地鼠了是吗 就挨了一棍 好吧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我回头大喊 没吃饭呀 我也太喜欢被打了吧 我被打晕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 高老庄 穿越了 穿越了好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 陌生的浴缸里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 开水 真拿我当猪啊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冰 奶茶 拿我当真猪是吧 够了好吗 就在这时 我猛的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墙上 写了点的写满了大字 第二倍半价 我们从奶茶店里出来好不好 我被困在满是冰的浴缸里 瑟瑟发抖 我被五花大绑着 绑着你大把的五花肉 你是准备做红烧肉是吗 我的嘴也被堵住了 塞满了葱 姜 蒜 毛巾 毛巾好吧 突然 玉莲被猛的一把拉开 一个陌生的男人 苏东坡 这就是准备做红烧肉吧 猪或珍珠你选一个 都不选 进来的应该是绑匪 她 她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变态 一个只带着领结的变态 只带着领结 她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吧 我仔细一看 发现她的额头上 闻着杀手的英文 K T I Killer Killer好吗 突然 绑匪一把扯下了嘴里的毛巾 换上葱姜蒜 让苏东坡离远点好不好 绑匪拨出了你老爸的电话 我大声求救 喊到九九六 绑匪是帮我回来加班的嘛 绑匪开出了条件 赶紧准备个赎金吧 一百块 太少了 要一百万 赶紧准备个赎金吧 七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二 不是一百万吗 一法纳税 你这个时候知道手法了是吗 黄匪继续说到 交易地点就在 澡堂 澡堂也太奇怪了吧 又怎么找你啊 带着凌桀呢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花花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漫才了 是的 澎澎 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九汉冯甘露 他乡欲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想想真的很开心啊 金榜提名时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好吗 他乡欲固之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这就是出差 遇到老同学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 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 想结婚了 是的 是的 那你还是单身吧 对对对 单身松尸 单身狗就单身狗 没必要前面 再给我加一个品种好吧 而且我发现了 我好像就追不到女孩 是因为跑得慢吧 我说的是追求的追 追求啊 去吧 单身狗 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 而且我觉得 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 应该就应该带她去那种 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 坟场 那个太恐怖了好吧 游乐场就可以了 想带女生去游乐场 是的 简单呀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 没关系 那你久等了 久等了 等到找蜘蛛网了是吗 真的等得太久了呀 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这家吗 对对对 我们家开的呀 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 好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 好吧 这样 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好吧 好呀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是摇摇车吧 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 王玉兰是谁呀 我外婆呀 摇摇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 我们家开的呀 真是你们家开的呀 这样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 好吧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 是啊 我也是的呢 丁 粮食末好了 有人拿旋转木马拉末的吗 你老婆真是个商业鬼才呀 劳动娱乐两路嘛 你看啊 今天天气这么热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老板一个冰激凌 就买一个呀 你也想吃吗 当然呀 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 独角兽怎么学呀 啪 够了呀 我觉得啊 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 应该啊 去玩点刺激的 比如 比如过山车 你看过山车 太怕凑过来了吗 人家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 你看 飞了吧 这也太刺激了呀 人家过山车有轨道 按轨道跑就没事 你看 这也太复杂了吧 我外婆的名字 我外婆的名字 王玉兰 草书呀 你外婆也太自恋了吧 这样 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山车 好吧 第一次坐下有点紧张啊 你会不会有紧张 你要紧张 你跟我说好不好 你跟我说了就不紧张了 我说这么多 你会不会想我烦 回来呀 过山车还在分岔的吗 不好意思 出轨了 这种过山车 没有情侣会想坐吧 我们不是刚坐完 我觉得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去玩鬼屋 这也太恐怖了吧 之高 不行不行 之高 没必要那么害怕 有我在呢 好吧 之高 没事 有我在 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 说的不是这种害怕 是鬼屋里有的 之高 没事 有我在 独角兽 这个冰激凌还在吗 独角兽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时候给我出个鬼 好吧 哪个出鬼啊 哪个出鬼你告诉我 不是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比如 比如摩天伦 好高 好害怕 没关系 有我呢 过去 更害怕了 别跳了 别跳了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们两个聊聊天 聊聊天就不害怕了 好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的爱好 自由落体 别跳了 就那么想跳吗 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 好吗 你看 所以姑娘 白雪公主 这个最大的 我的外婆 王玉兰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雷厚文 我们是橙色玉景 很多人 去年看了我们 第一轮淘汰的那个表演 也问我们 为什么叫橙色玉景 其实是因为我个人 比较喜欢橙色 没错 他们一些特殊的经历呢 就经常跟玉景打交道啊 我是坐过牢是怎么样 没有 我之前看到我们侦探片 比较有带路感 侦探片我也特别喜欢看 对吧 我觉得福尔摩斯真的很厉害 是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 英语可以说这么好 废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演一个侦探啊 我帮你圆个梦啊 什么意思 我陪你演一下 我特别演个侦探嘛 可以吧 可以啊 神探第一集 Action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你好 我是凶手啊 你好 凶手不要出来 你也个什么探长 这里就可以了嘛 我是负责本侦探界的玩探长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周围是本案的凶手 太好了 抓到了 哦 翻案那种剧情啊 翻 哦 探长 我认为真凶啊 另有其人 英雄所见略同啊 哈哈哈哈 周围才是真凶 也抓到了 我要破案啊 哦 周围是本案的死者 哦 手机钱包都在 说明不是谋财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伤痕 非外力之词 呼吸强而有力 说明他没死 他没死啊 哈哈哈哈 我要个死者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他结婚了呀 结了婚又怎样 结了婚的男人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What 那你给我搞个离婚的呀 哈哈哈哈 什么那些八糟的剧情 不要演那种啊 就是经过我的抽丝剥剪 层层推理之后 然后破案了 不愧是你 哦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什么凶手 很可能是个老手 这世间完全封闭的密室 那么很可能就在你我二人之间 我有着充足的不在产证明 那么排除你的嫌疑 那么凶手 就是我自己 我二人推着你 我是凶手啊 算了 我要验尸 帮我把法医找来吧 法医是吧 这位是陈医生 好 陈医生你好啊 这位是张法师 张法师 你法师来干嘛 我要找法医啊 法医 可以替死者开口说话 但法师 可以让死者直接说话 起 啊 炸死了 变恐怖故事了 你不觉得恐怖故事也很有意思吗 你想想这种剧情啊 一夜之间全家神秘消失 紧接着 7-11就占领了市场 便利店 是全家人神秘消失吧 一夜之间 全家人神秘消失 更恐怖的是 红旦旦的房间里只剩下一张 欧洲旅游的对讲剧 旅游去了呀 但七天后 并没有人回来 这可就恐怖了 原来是欧洲八日游啊 差一天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过恐怖故事啊 午夜凶灵你看过吗 首先 你会得到一个神秘的录像带 看过这个录像带之后 半夜就会有只女鬼出现在电视里 好可怕呀 Oh baby 请话多说一点 午夜西灵啊 是午夜凶灵啊 想我就多看一眼 看过这个录像带会有个女鬼半夜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喂 找你的 别给我呀 你自己接电话 喂 珍珍啊 好久不见啊 你们俩好熟啊 她是个鬼啊 鬼啊 鬼啊 死鬼 恐怖电话真是打来的 真是打来的 喂 嗯 哦 她说的什么 她说的日语 我没听懂啊 给我听懂啊 喂 嗯 哦 她说的什么 她说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那一定是因为 我关心 破案了 不愧是你 不要再破案了 既然珍珍要过来弄死你了 那我得找人帮我 对啊 喂 王哥吗 王哥是靠谱的呀 我想买一块墓地呀 放弃了呀 就把你拼一拼啊 拼一拼 拼一拼啊 喂 王大爷嘛 王大爷嘛 我想给你拼一块墓地呀 拼什么 你死了你知道吗 那我只能找那个人帮我 那个人 喂 麻烦帮我复活一下 张法师是吗 破案了 不愧是你 别嘟嘟了 淘汰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黄黄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漫才了 对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上 讲了白雪公主 是的 就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对对对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听童话故事 对 而且自从演了白雪公主之后 我就特别自信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 我都能讲 都可以吗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演一个 《皇帝的兽医》 直接就结束了呀 《皇帝的兽医》 换一个 牛蛙王子 青蛙王子 说得我都馋了 卖火箭的小女孩 卖火箭的小女孩 被封杀了吧 那你挑一个 我其实挺想演了一个灰姑娘的 好啊 灰支架姑娘 演什么灰支架 演灰姑娘 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胡子 哪有姑娘有胡子的呀 她的后妈带来了两个姐姐 关羽刘备 所以我满脸胡子演张飞是吗 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 她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吊灯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衣柜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窗户 擦了擦地板 我就不能把地板摆擦完 再干别的吧 太累了呀 我感觉放下的口槽加强了 对 因为繁重的家务 满身的灰尘 脏兮兮的 被称为 兮兮里姑娘 我演的是灰姑娘好吗 灰姑娘 这一天 王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全城的姑娘都去了 只有灰姑娘被锁在了家中 你再用点劲打开了 门不严呢 我没那么大劲好吗 没那么大劲啊 这神仙出现了 你好神仙 你就是灰姑娘的父亲吧 我就是灰姑娘 本宁 神仙 我被锁在家里了 太没礼貌了好吗 神仙 我需要一套华丽的晚礼服 大麻女装 你问问杨天真吧 为什么杨天真 你会魔法 你给我变一套好吗 太费魔法了吧 你试一下 袖子 戏 上衣 戏 裙子 没蓝了 我不能穿超的 你去吧 这样 只变上衣和裙子 上衣 戏 裙子 戏 你看这不是变好了吗 只有正面呀 我是穿了个漏背装嘛 哎 神仙 我还需要一辆车 技能CD冷却钟啊 你想想办法 帮你租好了 敞盆跑车呀 没必要太浮夸了 王子的晚会嘛 哦 那我还需要一双鞋 好啊 轻人字拖 水晶鞋 轻水晶人字拖 水晶高跟鞋 轻水晶高跟鞋 哦 谢谢 记得12点前一定要回来呀 哦 是因为过了12点之后 魔法会消失是吗 过了12点 租的敞盆跑车要加钱了 神仙跟那些假富二代 是一样的是吗 灰姑娘匆忙地赶到了舞会 热情地给舞会的宾客本人 打着招呼 永春 夜问 哪个舞会啊 跳舞的舞 全城的姑娘都来了 我是灰姑娘的大姐呀 声音好粗啊 我是灰姑娘的二姐呀 这就是刘备和关羽吧 我是灰姑娘的神仙呀 你来干什么呀 各位好 王子来了 哦 露背的姑娘很性感嘛 我这个露背装是真没白穿的 你好 请问可以 不 认错人了 可以喝一杯酒吧 太没礼貌了 跟我喝酒 可以喝一杯嘛 好的呀 哎呦 初次见面 太客气了 王子也太顺惠了吧 你也太顺惠了 王子 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你说话好恶心呀 我演的是灰姑娘 我换一种方法好不好 王子 我给你跳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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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你最喜欢的毛利战舞 哦 统下 哪国的灰姑娘会喜欢跳毛利战舞啊 三国的 人家原文里说了 两个人啊 跳了一曲《华尔兹》 一曲优美的舞蹈之后 好开心呀 我也是 好久没被人举高高了呢 烦了呀 12点了 要下钟了 我是保洁吗 我要回家了 哎呀 你脏八蛇毛掉了 我掉的是水晶鞋 哎呀 你的脏八水晶鞋掉了 我没弄过大酒 匆忙的灰姑娘 落下了她的水晶鞋 王子发誓要找到 水晶鞋的主人 这一天 灰姑娘的房门被敲响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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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麻烦签收一下 就有什么快递啊 王子自己来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着味就来了呀 没那么大味好吗 大姐二姐也在呀 别跟他们俩聊天 跟我聊天 哎 王子 你是来娶我的吗 我也想呀 但是北方连年战事 无心儿女情长呀 那我也帮不了你呀 哎 怎么说话 放心 王子 交给我们三吧 这还是三国演绎吧 谢谢大家 特别好啊 厉害 嗯 大家好 我们是北极熊猫 今天给大家演一段漫才啊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吧 这是植物油 刚刚毕业一年 这是熊二 刚刚离婚三年 说什么 没必要说我离婚的事情吧 重磅 熊二未加入效果 竟提前离婚 不是因为这个吧 都多少年的事了 三年六个月十五天 平啊 哎 你倒是关心下你自己吧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我明天有一场 这个广告公司的面试 哦 可不可以请你帮一帮我 行 那我就以HR的身份 跟你练一练 行 那我就以CEO的身份 陪你玩一玩 什么CEO啊 你应该是面试者吧 好的好的 关于这份工作 谈谈优势 优势 优势第21个英文字母 不是问你这个吧 优势啊 问你的特长啊 哦 特长 特长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的特长呢 就是说出英文字母的顺序 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这种特长 有什么用 很有用啊 你们公司背单词 用不到这种特长吗 哈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C C是第几个字母 C C3 对对对 E是第几个字母 E5 对对对 O是第几个字母 O要数一下 O不用数了 第15个字母 朋友们 C E O 35 15 哈 厉不厉害 是哦 完全符合九九城发表呀 哦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个规律 其他的单词也能用咯 完全不能用 不能用你说什么啊 我学这个规律 就被你这一个单词啊 嘿嘿 嘿什么啊 话讲回来 我们这个工作 也不太用得到英语啊 哦 那你们这个工作 也不咋样呀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哦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咱这个工作具体做什么 哦 我们今天招的是广告文案 广告文案 狗都能干 什么狗都能干啊 对啊 什么狗都能干呀 哈 随便给你拉一只 来 豆腐 给他写个文案 哎 哪来的狗啊 法式小面包 好吃到 哇 不了 啥呀 法式小面包 哦 好吃 你这文案绝对不行吧 而且到底是你面试 还是狗面试啊 我面试 我面试 不好意思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在这个岗位 薪资怎么样 哦 咱们这个岗位的 薪资是非常不错的 月薪两千啊 月薪两千 狗都不干 什么狗都不干啊 哎 你讲话的时候 人们不要一直 狗来狗去的 你要觉得有问题 你跟我聊嘛 那这个岗位 我诚心要呢 诚心要你给我多少钱 你当菜市场买菜啊 咱们这可是面试啊 行了行了 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吧 哦 好的好的 我一定认真回答 如果把这份工作交给你 你有什么职业规划吗 我的规划呢 是明天当上董事长 差一脸 那我现在是董事长了 来 封你当副总监 你说了也不算吧 来 豆腐 你是总监 什么叫他是总监啊 怎么说我的岗位 也要比他高吧 你怎么跟总监说话的 真没礼貌 说什么啊 副总监你都嫌小嘛 那你去那边 当门好了呀 啊 枝嘎 你被开了 谢谢 够了吧你 谢谢大家 大家好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大家好是秀琴 我们是康复中心 谢谢 秀琴啊 你有什么梦想啊 我梦想当一个历史剧演员啊 那正好 我想拍一部金科刺勤文的电影 缺一个男主角 好 你来试下戏吧 我给你发剧本 不用发剧本 我这种水平啊 freestyle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个图穷必现 我非常了解啊 行 那这样啊 你演金科 金科来到秦国 面见秦王 秦王老 还不跟你孙爷开门 孙悟空啊 你是金科啊 哦 我想换一个打野玩玩 什么 没有打野 什么 殿下 所占何人呐 臣 本不一 功耕于南阳 狗拳性命乱世 不求闻达 出个量 你不是不让选打野吗 选法师也瞧你位置啊 大哥没有王者荣耀啊 那你为什么选了嬴政 还出了肉 打什么 打野 是他们那个游戏 游戏 不是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献宝的呀 大宝 想我秦国 泱泱大国 是我宝没有 但是有一样 你可是比不上我们泱国呀 是什么 我们泱国 都有北京户口 你有病吗 不是 有地图是吧 有地图 现保图赶紧 大王接图 好 哎 我匕首呢 大王 你那边是不是有点拉手啊 确实呢 拿这边 拿这边 拿反了是吧 拿反了 你图穷必现 图穷必现 图穷必现 大王接图 大哥 你是什么比例尺画的地图啊 怎么这么大 我们这是 一比一的比例尺啊 你们国家 用一比一的比例尺 画地图呀 这也太蠢了吧 所以大王 可不早日 统一渡量行啊 我用你教我 你赶紧图穷必现 大王接图 这是 烤鸭北京带来的 你要干嘛 不要这个 别着急往后 这是 葱就着吃 你这是带了个卷饼来 是吗 别着急往后 刀 你拿刀上来干什么 我拿刀是为了 切鸭子 我就知道 如果观众都猜到了 你骗谁呢 我不说了吗 我骗鸭子 你骗什么鸭子 你是金科 你拿刀是为了刺杀我呀 这样 金科图穷必现 请我绕住而走 救救我 救救我 杀人了 救救我 救救我 你干嘛呢大哥 你不是绕住而走吗 这次我演一个柱子 你演什么 你金科 我绕住而走 但你反杀在地呀 你死不死啊 你到底 大王你忘了吗 你出的是肉 打不出伤害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